这里是Saudi.com 如果你也想分享世界 改变世界 请与我们联系 他说很甜 好甜吗 那我们带到路上去吃吧 我们等会里面有 这是别人家的吗 里面有果子 摘几个吃可以 带回去 但是你把树脱走 就肯定就不行 但是那个果子里面有了一个 可以吃吗 可以啊可以啊 它这个都是自然的 您看这样 不是我要放手 不要放手 因为没有人打你 那你看都挂下来了 对啊 对啊 他也不要了是吧 再摘几个 你摘着吃没人说你 拿框子就不行了 拿框子就行了 被人看到了 你就出一口 你吃的话 你见得面 不要剪地上 摘树上的 你看太多了 你还剪地上的 又是谁让我剪地上 啊 看看有没有动物 把框子放在地上 等框子累积满了 那也不行 你只要拿了东西 装了走就不行 就只管吃 吃可以 吃就没个问题 你拿走就不行 嗯 就就就说 让人看到了 就是说你吃了还动了 他们这 这个是合套 这是 我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 那个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是 这个说 就是要打开看里面有没有虫吗 其实你感觉都感觉得到啦 有没有虫 那种软软的肯定就是有虫的 软软的 就就被转 就是住了住了的就 你这个要选那个黑一点的 这个太深 扔掉 这个黑一点 我一看颜色 就稍微显那个颜色 黑一点 这两个肯定好 好 我们用这个做果酱了 这就是马场 我们 我们今天你们吃的那个果酱 就是用这个 哦 那个好吃啊 我自己煮的 嗯 好吃那个 对啊 我自己就摘这个做果酱啊 只要摘了 然后把它把它 把它吃出来 而且没那么甜主要 这叫什么苦 这不是你 这是个群口哮是吧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种随处走着走 就可以摘东西吃的感觉 就非常好 对啊 有一种原始的 觉得自己 觉得饿不死的感觉 你上方是别人的房车 然后别人住住 哦 他喜欢这儿吗 可能有时候住了 那个是我 就是车房 车房 他们就是开 他们就是在有车 后面就可以把它拉 然后拖着 然后就天天住 然后那里面有 这不我手 吃了之后太黏了 没法拿机器 哦 这些马场 你看那马 远方的 远方的马 你看这苹果都不要 都掉去场 哇 你看这苹果 嗯 嗯 没有人 没有人捡 这都是 你看 这也是 这 这就是资本主义 物质太丰富了 有没有觉得比那个 原来晨叶 不是带着花样爷爷们 嗯 就去他那附近了 我觉得比他那附近 感觉更好 是是 他那个比较酷 对 他没什么火 东西 哇 你看这边好多瓜 好多苹果 然后就掉进去 它烂掉 就是 太烂了 对啊 要你都住到这里 然后就点水果吃 哎 这边那 辣民都要住大城市 真的 真的 你还要住 那个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送到这里来 他们都回去了 真的 为什么 就你像 他们都喜欢这了 认为大城市是好的呀 是的 他都不愿意住在 他这环境多少 他 难道他们之前的环境 就是这个样吗 嗯 他们是 辣民 自己在自己老家 他们就我们亚洲人 他们都觉得住大城市 就是好的 他观念里面 他就是这样 我就不想去想想 还有说 这边来了之后 他没有吃的 有吃的 政府给他们吃的 政府给他钱 住呢 给多少钱 政府也给他钱 住 多少钱 政府给他们300块 一个月 那个是个娃娃 然后住 但是300够吃吗 也就是够吃是吧 就够吃啊 然后工作呢 工作好找吗 不是 是他们要学 要要学 第一年是不可以工作的 哦 辣民第一年不可以工作 要学语言 然后第一年 他们拿不到正式身份的 要要合适 他是不是有辣民身份 那之后就可以了 等他拿到了那个身份 学得好笑 就可以留到这边了 就像那个小狗仔在叫 他收集到一起 他就把他去养成肥嘛 养成肥 再去 招气啊 招气 他这么多身体 也没有什么蚊子 苍蝇围着他打串串 对我很好奇 为什么没有蚊子呢 你看我们家那里也没有蚊子啊 我们昨天坐在外面也没有蚊子啊 真的好吃吗 它这里干嘛 没有水嘛 哦 干燥 干燥嘛 冬天也没有蚊子啊 冬天也没蚊子啊 冬天也没蚊子啊 哦 这今天 我要不要摘一个尝尝什么味道啊 可以啊 这个这个酸吗 不会太多水了 这个啊 这个我不知道 你可以试一下 他说的是今天太多水了 太下雨了太多水了 对你们可以吃随便吃 拿一个下雨了 找那个红一点的 找红一点的 这边这边 好 可以了不摘了 要是不能吃就浪费了 好了我今天的第二次尝试就开始了 这个是什么 鼓掌鼓掌 这个也是蚊子 这蚊子太小了 很酸的 很酸的 可以 酸酸甜甜的 不难吃啊 不难吃啊 可以在咽 你讲的超市也 卖五六块钱好不好 这是国情 在德国这里可不要 这清苹 这是那个叫什么 清苹果啊 好吃吗 酸甜 就酸度会比甜度要大 我作为山东人 我常常辛苦 你看 他一看吃一大口 你吃那么大口干什么 嗯 挺好吃 还行是不是 嗯 还行 好久不久 嗯 酸甜 不是 路边随便 摘就感觉很好 对我就一直梦想过这样的生活 就在路边 就过 就摘一个就可以吃 然后旁边还有小溪 可以洗个手 回来中国 可以这样子 中国如果努力发展 二十年住 希望能实现吧 那请把我冬起来了 我去 你看这核桃树就这样炒 哦 谁要勤快你就来捡吧 哦 吃核桃 他最上吊的就核桃 这个核桃 他们还有没有 这个核桃 你看你把它 剥开 它就是核桃 对对对对 用脚踩 用脚踩 这是核桃 你们在路上踩行吗 你这里是炒地 很软 看到没有 小核桃 但是我第一次见核桃 我也是第一次 你没见过 你没见过 我没见过这个核桃 在云南没见过 没有没有 去云南 没见过 云南 溺江 到这个核桃 但他们还没有好地球说 哦 它这个核桃回去之后 你要晒干 晒干之后把 就等于是把这个棍子伸长 然后就这样打两下核桃 就掉下来了 就拾回去 那这个核桃是别人的还是公共的呀 也是别人的 都是都是有人的 但是他们就是 也不管 也不管 就是你自己随勤快就随来捡吧 是非常地 那这个核会有那种很老的核 对啊 但是它还是 它这个核都有一个规律 就是今年多明年少 哦 一年一年的 一年多一年少 到别人家的 哦 但是就每个人有一个钥匙 到别人家的话 就需要用钥匙打开才行 这是他们 他们家 他们家有一些 就是果树的地方 这几个梨那么大 这是全是我们家的 不是 是整个镇的 哇 这是整个镇的 这是整个镇的果园 我们从这里走吧 你们想吃西梅 走这边 走这边 然后你这边 看这边全是西梅 你全都可以吃 但是这还没到我们那里 还可以栽回去吗 这是整个镇的 不是 但是你到那边 到我们可以栽 好 你可以随便吃 好 随便吃 吃可以 包起来太麻烦了 这个西梅 要找黑的 对 对 找是 颜色深的 你看 这里有低的 这里有低的 没有 没有 摸一下 你摸一下 软一点的就可以 太软了 太软了 我们现在就到 苹果园了 你看 梨树 梨树 嗯 苹果树 还有苹果树 每人一排 对 这一排都是 刀坎路过多长时间了 然后就多的 你看就都掉在地上 我厨房坎满了 路过多长时间了 然后我们就发挥 中国人民的本色 不能浪费 拿了就吃 你看他这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对 他有个牌子 表示这是谁的树 嗯 然后我就他们商业的那种心 也不会很重 说我要把这个水果怎么样 对 因为每家都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基本上就 就你 没时间打 你就吃也吃不完 你看这都 你看多到什么程度 这一株树叶子 就够一个家里 吃也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你看 对 然后这一排都是 那一排都是他们家的树 那一排 那一排都是 他们家和朋友一起的树 就那一排 你看 是啊 这个树果率太高了 因为他这下面是搞 你听了沙沙的声音了吗 这高压垫 高压垫的下面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 然后所以就 所以说政府也 政府也不会把这个地方给蒸掉 所以就正常的这个树嘛 这也是 这个是沙 对对对 这个好多 水不大的 我看这都 哎呦 他那一个也是好像别的品种 他每一个品种一样 是不是还没熟 吃一口没熟 还没熟 扔在他们树下 就可以丢了 但是他们家应该是打你过 你看他们家都没有烂过 就丢了就行了 还没熟透嘛 还没掉下去 这也是 他们除草 像孙悟空到了潘桃园 吃一个丢一个 吃一口丢一个 太多了 你看这棵树里面他们就很多 这样 他们是 我的生理工的 不一样 哎呀真是 多少年现在书本上读到了资本主义的牛奶倒到了河里 替他们惋惜 没想到他们还是这样 他们还是这个样的 一点都不懂的 就是 难怪我们要社会主义一样 哎 他们太浪费了 你看这果子多了 根本没人管嘛 就掉地上 OK 我们要不要前面再走一点 就打住这一台全是苹果 走 往前面再看看 好 你也可以关掉相机再看看 我们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我去看世界 每周一三五更新 有任何疑问 欢迎来微信公众号留言 下期视频解答 这个厕所 也是主要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 这不是说最近的 对他就是他这个按在墙上啊 按在墙上呢 你那个水管管呢都在墙里面 而且他几十年都不用换的 我就觉得他质量很过患 30多年 然后这个暖气也是 他这个这个是比较老式的 但是新式的会比较时尚一些 新式的全部装在地下地暖 直接从地上上